未來我們想做一個實驗 什麼實驗呢? 什麼實驗呢? 我們實驗些什麼呢? 我見你給我的 proposal 寫著社會實驗 我真的很想看 不如你 present 一下你的實驗是怎樣 因為 YouTube 是一個 social network 大家都會留言 大家會有很多互動 我想看網絡世界上 社交網絡究竟影響力會有多大呢? 既然我們的影片大家都喜歡看 應該會有很多人看 所以我在想一個方法 可以怎樣去試一試 這個 YouTube 的 logic 因為我們在 YouTube 以外其他的網絡 我們沒有做很多 promotion 沒有去分享給很多人 全部的訂閱和觀眾 都是來自 YouTube 自己派的影片給大家看的 嗯嗯嗯嗯 那我派的背後呢 就有一個 formula 在後面 這個 formula 可能是很複雜 非常複雜的 但是呢 我就希望呢 透過接下來我們這個實驗 看看究竟 能不能夠推動到 YouTube 可以多的影片給更多人看 OK 那實驗的內容就是這樣 我希望呢 每一位看我的影片的朋友呢 都可以在你的 Facebook 啦 或者你不喜歡 Facebook 啦 現在是不是? 就在 MeV 那裏 或者是在你的社交網絡 就在 WhatsApp 啦 又如果你不喜歡 WhatsApp 啦 你可能會是用 Telegram 或者 Signal 等等 或者 IG 等等 就去將你那個 我們頻道的那個連結 就派在超過十個以上的群組上分享 可以用你的語言 去介紹一下我們的頻道 你為什麼喜歡看呢 還有我們的名字呢 澳洲生活頻道 by Jimmy and Alan 然後呢 這個就是那個連結了 你可以 Copy 這條連結 去你的社交網絡那裏 那最後我希望可以做到些什麼呢 就是希望呢 每位觀眾都可以跟我介紹到 十位朋友去訂閱我們這個頻道 好了 然後我們在兩個星期之後呢 我就會檢視一下結果 那你都知道啦 我是科學人來的嘛 我希望呢 可以展示到一個圖表給大家看一下 這兩個星期裏面 究竟我們那個觀眾發生什麼事 有沒有因為我們這個實驗呢 會有大幅度的變化有沒有影響 然後呢 我們用一個圖表顯示 給大家一個實驗報告 好嗎 聽起來不錯 我又想先看看你的Proposal 你的目標就是希望每位喜歡我們的觀眾 剛才說每位觀眾 喜歡我們的觀眾 你的目標就是希望每位觀眾 成功地推介紹到十位新訂閱 那好啦 那你這裡就說 你再後補就喜歡我們的觀眾 即是我們現在訂閱的人 訂閱我們的人 有三千接近三千八了 接近三千九了 嗯 那即是你的目標 希望是三千九乘十 有沒有那麼多呢 是吧 還是喜愛我們 即是三千多裡面 其實都不是個個喜歡的 即是訂閱你之後 不記得了你 可能只有一千人會喜歡我們 你沒有一個數嗎 有沒有一個 沒有一個 有一個 有一個 希望是多少 那我希望是 兩個星期之後可以去到一萬 嘩 嘩 這個目標 這個目標是不是很高 嘩 原則上呢 如果你說呢 每個訂閱者 他們介紹十個月後成功的話 那應該就可以有三萬幾的 三萬幾 那你現在定了兩萬 一萬 一萬 那不是很多 還要是去到一萬 不是多一萬 哦 那這個又不是太高 不是那麼高的要求 是啊 很低的 好 那兩個星期之後出一個結果 因為你可能一個群組 你可能一個 就是 同事群組 可能有十幾二十人 是 這個舊同學群組 可能有幾十人 是 而當中以前沒有看過的 咦 看完之後發覺 咦 這兩個人挺有趣的 那又按一按訂閱 是 那其實就不難達標的 這件事 哦 OK 然後你就說 結果你就會 用一個圖表顯示 哇 這兩個圖表這兩個字 其實很吸引外界 很重要是不是 是啊 因為我會想像到 那就是說 很科學 就有些stack 這樣看到 就是說 你在統計裏面 你發覺 有幾多人參與了這件事 最後 成功的率又多高 在當中 有幾多人真的subscribe 了你 如果再看其他更多的東西 就更好 當中有男有女 如果我 不斷想了 不知道行不行 是啊 這個都是好的方法 我對他的期望很大 所以不知道你是否真的做到這個 那我要做功課 那要能夠做到這些細節 也都要大家幫幫忙 因為 喜愛我們的讀者 喜愛我們的觀眾 我會接下來 在社群community那裡 會開多一個地方 給大家看 你究竟有沒有跟我share 如果有的話 請你踢一踢 有 或者你應該說 你會不會參與這個社會實驗 好啊 你會 起碼知道有誰會跟我share 有幾多人參與 那我們就可以做一個基數 這個都是幫到我們做這個實驗 我們真的 我們讀過research 我讀過 我讀過 我讀過stats 加上可能可以做到一份功課出來 沒錯 另外在這裏 我想說 他真的是一個科學人 他很科學 其實他經常很想做很多實驗 尤其是這個叫做社會實驗 其實他這個實驗 不是提了一次的跟我說 這是第二次跟我說 第一次跟我說 一個什麼實驗呢 他有一天跟我說 我想試一試 試什麼 他說 我見在YouTube 有一個特別功能 就是可以跟訂閱者收錢 收錢做什麼呢 就是收錢做一個VIP 收多少錢就理定 他就說 我心目中不需要多 幾元港幣 就想看看 他想試驗一下 究竟 會不會真的有一些訂閱者 會給錢做VIP 做一個VIP是什麼 做一個VIP 跟一些普通訂閱者 有不同的待遇 例如可能是 一些哈錄片 極少絕密 其他人看不到的東西 接著我聽完之後 我就說 不要啦 講錢 好像屎倍 那時候剛剛都是我們達了一千左右 我們這麼辛苦 儲得一千 待會有人見到你收錢 我當頭 unsubscribe 這麼屎 擠死你 擠死你 就跌了 我就是覺得 他怕有這個反效果 對 講錢失感情 所以我當時是BANG了他 現在他又重提了 他又想做實驗 他又想這個實驗 似乎又不講錢 又ok 好啦 一天就給你一試 所以我們今天 就出這段片 我們想做一個這樣的社會實驗 看看大家會不會都支持我們做這個實驗 試一試 挺好玩 對不對 如果大家都覺得挺好玩 不妨試一下 就即管一起參與 好嗎 好啊 那我們這段片 就講到這裡 在兩個星期之後 有結果就公佈給大家知道 交功課 是ok好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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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can't be sad with you just take my hand and fly up through the dreams where the skies are so clear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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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